歡迎回來Hong Kong Jinger 這個頻道 Hello Hello 哎呀 先拿開水瓶 我是Siu Ping 我的朋友說 我好像從來沒有在影片中說過自己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有的 在第一條影片 但我想說第一條影片是超級超級超級無敵門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也不用這麼快看 我終於隔了一個多月後 就回到達人多 我現在正在隔離 所以我就想把機會和大家做一個正東西分享的影片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第一個要分享的牌子 其實是一個加拿大本土 第一個要分享的就是加拿大本土的牌子 叫Nanlis 其實住在這裡的人 其實幾常會看到他們 因為他們是有一個小清新 小小復古的一個設計 那其實他們對公司當中是賣什麼的呢 除了洗衣服的用品之外 還有洗碗 給寶寶和寶寶專用的清潔用品 另外最重要 這牌子呢 他們是主打環保和低致敏圓 而且十分有效的 這個牌子的Founder 其實叫做James 他就是當初成立這個品牌 因為想享受他媽媽生前 用綠色清潔的方法是很值得推廣的 所以就成立了這個牌子 Nelnis就是他媽媽的名字 在洗衣服產品當中 我們家中最喜歡的就是用他這個洗衣粉 和這個Dryerboard 他們的網頁都有做一些Bundle 所有東西都很漂亮 所以是超適合拿來送來的 除了在他們的官網 其實iHerb等等都可以買 不過我想說買得最便宜的 有可能是我最愛最愛最愛的Venus 因為我們買這個1.5kg的洗衣粉 我們在Venus買14.99 還要給他們的網址購買是十溫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Nelnis的一個形象 經常令我覺得做牌子好像很開心 你們明白嗎 接下來我要說的就是飲水三寶 很多人搬來之後 好像對飲用水都很嚴重 當然很多人會去買Britta的水壺 但是很可惜我們家裡裝了這個中央濾水器之後 這個Britta的濾水已經淪為一個裝飾品 是沒有人再用的 另外也是因為 我們自己會在家裡煲水的 但其實這也並不是我最想說的東西 我最想說的是 由於我和閃光蛋都很喜歡喝油氣水 所以這個SodaStream 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有氣水在Walmart購買 大概是1.6L的價錢 但是一個SodaStream 如果你一支氣 其實是可以打到60L的水 差不多是半價的了 再加上你又不用經常去搬一大箱有氣水回來 而且不會那麼不環保 因為你會製造很多膠瓶 所以我們是很喜歡很喜歡用這個SodaStream 第三樣 其實來到加拿大 每個人都去Costco買東西 那你除了可以看每個月 它發給你們一些Flyers之外 其實有一些Instagram的帳戶 我也是經常留意著的 因為他們除了會分享平靚靚的東西之外 其實大時大節 如果很多人排隊入Costco的話 他們還會分享每間分店排隊的情況 所以是挺方便的 去到Costco 除了他的雞是每次都一定要買之外 其實我還有一些小物類的東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就是一套13支連刷具的不鏽鋼飲館 他們最初那一支還可以用來喝珍珠奶茶 另外他們還會跟不同顏色的一個套 這樣的 如果你家中有幾個小朋友 就可以很方便地分出哪一支桶是誰打誰 還有最重要的是環保 但是很可惜在多仁多這一套飲桶已經斷了 而第二個想分享來自Costco的東西 就是一套錄過這些連膠蓋的碗 因為這一套我是直接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 所以我現在手上沒有一起錄過 但是它的花紋是很漂亮的 這邊吃東西的份量也很大 那有時候你吃不完就一定要用保鮮紙包 又成這樣 所以有這些有蓋子的碗就會方便很多 好 大家一齊來保護地球 很快就來到第六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好東西 過到這邊呢 冬天室外的濕度低就不再說了 再加上長時間在室內經常開著暖氣 我有一段時間嘴唇其實是乾到裂的 是誇張得是要一邊吃飯一邊塗爐 因為每一刻我的嘴唇都有撕裂的感覺 那我已經試完差不多市面大家 或者覺得好的潤唇膏 什麼Vaseline DHC那個潤唇膏 我說紅色跟什麼澳洲的我都試過的 完全是沒用 直到叮叮叮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電視廣告來的 他們在賣Dry Hand的解決 還很厲害到說自己說 如果不成功的話 我們會100%給你錢 我想想 蛤? 買一枝潤唇膏和手霜 都有個這麼厲害的保證 我覺得不妨試一下 因為在Walmart這個潤唇膏 都只是買五個多元錢 買回來後我就馬上塗了 真的合作 真的合作 我從此以後我的嘴唇就沒有再裂過 或者太乾了 他們其實當然還有手霜 還有FIT霜 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以後再要買手信回香港 就可以不用買綠色另外一個牌子的手霜 你們有新選擇吧 接下來我想介紹這件好東西 其實都關於多倫多的天氣 但是才聲明我戴定頭盔線 我的確是一個吃米 不知米貴的人 話說其實多倫多的太陽的UV是超級毒的 加上沒有哥倫大廈擋擋擋擋 所有UV是直接打到你身上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駕駛在Nara回多倫多 然後沿途就塞車 我在車上乾煎了一個多兩個小時之後 我個人出來是黑了幾度 去年我來多倫多一個多月之後 我有一天客人發現 我左邊臉都出了一斑 是超級恐怖的 然後我尖叫 因為我以前也切著自己的皮膚 不是有太大的問題 我是不塗防曬的 然後我記得 我的僅餘的護膚裡面 有這支 Skinmedica的一個 serum 那時候其實是因為 我有一個家人說買有便宜 那我純粹買定 放在這裡 從來都沒有塗過的 我就本著說 那都關掉了 不如試一下吧 誰知道過了七天之後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個成效 那我就發誓 我是一定沒有Photoshop過的 如果有Photoshop過 我是一輩子不能吃好的東西 這個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十分大毒的發誓 好吧 那我看這支這麼有用 我就打算買多一支 然後當我知道價錢之後 我默默地關掉網站 所以呢 總結就是 大家記得 塗防曬 沒有啦 我沒有東西分享了 去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每個人的View 和Like 下次再見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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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